什麼年份的 這個也是蠻不錯的避震器 這是Cony的紅銅 哈囉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最近直播的收音狀況有一點狀況 所以手機更新之後的收音都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今天拿了一支舊的手機 所以才可以做直播 但是不曉得收音的狀況是不是正常呢 再請車友們幫我回報一下 今天這台車是Mutic 1 280 這台車是1.4的 這台車有1.4的有2.0的 今天要選擇安裝的是KT的道路版 道路版的話 車主其實車底也改了不少東西 譬如說有Hot Race的防晴桿 然後有這個本來是Cony的紅桶 這個其實也不便宜 但是它的功能性比較特別一點 它沒有辦法調整軟硬度 那車高的話也沒有辦法調整 可是車高會降 因為它所匹配的是艾巴的短攤簧 這個都是歐系的知名廠牌 這個也是Cony的 這個都是國際的知名品牌 但這個也還滿 狀況也都還很新 那車主的話其實有跟經理反應 這台車如果開這樣的狀況 開高速的時候還不錯 可是低速的時候就會晃得還滿嚴重的 所以好像也裝了沒多久 就選擇把它來太晃 那也是經過車友的介紹 那我假設這個的Cony 它會比原廠硬 但是硬的一個比例其實沒有很多 還是以原廠的基礎加重而已 這個是原廠的後煮泥桶 這個狀況都還很棒 那改裝成KT之後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上座的部分 上座的這裡 這個上座KT會附一個新品 這個上座的話不需要再沿用原廠的 那它上座的下方這裡 其實原廠這裡也會有一個叫指揮軸承 這個軸承的話也算是跟上座一樣 也算是一個消耗品 那KT的話 就不用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KT的話前方就有附一個新品的上座 這個上座問題 在像昨天來試乘的車友 Camory的車友 那個狀況就會比較多 那這台車的話上座還好 那後方的上座 它這個後方原先有一個上座 它的形狀跟Golf的車系都是零件共用的 NQB的底盤都是一樣 這個上座的話就會沿用原廠規格 有問題 大家早安 因為現在我們在趕過年之後的貨 趕到大概到禮拜五左右 就差不多到一個段落了 所以最近的直播會比較少一點點 今天下午好像也有另外一款車 對 今天下午安裝的是ElanTRA ElanTRA的非渦輪版本 如果有空檔的話 一樣會開個直播 跟大家來做分享 那今年經理的規劃 是想說 有越來越多的店家 或者是我們的經銷商 販售KT的產品其實越賣越好 那如果可以的話 我希望我能到各個捧場的店家 來去幫店家來介紹 來開直播 所以如果有對我們KT很捧場的店家 都可以跟我們小編聯絡 如果經理有空檔的話 都很樂意到各個店家 來幫各位來做宣傳 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這一台的後方 這一台其實它就是跟Golf車系都一樣 是算MQB的底盤 那比較早的前一代的Tiguan的話 它算是走的是Golf五代跟六代的底盤 它的後避震器的下方固定點 是在仰角上面 所以它的長度會稍微比較短一點點 那百避的相對的位置 也會比較前面一點點 但到了MQB 它的下方的固定點 改成固定在下直避上方 所以它的長度會稍微長一點點 那基本上它的底盤架構是差不多 可是它的行程的話 稍微做得再長一點點 那這一台車 MQB的常常經理會說 其實它的底盤跟變速箱 我自己啦 我個人是非常非常的喜歡 因為它後方的話 假設我們側高降低之後 如果有看過經理直播就知道 它後輪的角度 Camper一定會變化 那就得要再多花費用來改裝 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但這台車不用欸 為什麼不用 因為它在仰角的內側 它就有一顆偏心的螺絲 可以來調整後輪Camper的微幅 微幅的角度可以做改變 那速腳的話當然更不用說了 在下直避的內側 也有一顆偏心螺絲 所以這台車的底盤後方 速腳也能調 仰角也能調 當然啦 如果是降到非常非常低 那又要把Camper做得很正的話 它偏心螺絲 其實能調的範圍就不足以應付 那就要改仰角調整器 但基本上像今天的車高 改了Ibar的話 它的車高是大概三尺幅左右 那車主想要再降低的半尺幅 那在這個範圍之內 都還可以不用改到仰角調整器 這台車真的很棒 尤其是DSG變速箱 哇這個反應真的是超快的 好 那後方的一個彈簧的話 我們配置的是 NUTE光配置的是8公斤 Golf車系的話 因為重量比較輕 所以Golf車系的話 我們配置的就是6公斤 所以這個彈簧的規格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8公斤的 然後這個後上座的上方這裡 這裡有一顆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軟硬度用的 往順時針就變硬嘛 往逆時針變軟 所以從這個地方 這樣可以嗎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這個防塵套啊 裡面就有一個饅頭 所以這些零件全部KT都有附了 這個密合度就是這樣 壓下去就剛剛好了 這個是後方的 這裡可以看得到藍色的零件嗎 這個就是改裝的 後方的加粗的防晴感 這個看顏色 看起來品牌應該是HARES的品牌 好 那我們換來看前方了 前面的話 有其他品牌 像是OCE的品牌 其實離載串幾乎都沿用原廠的 像這個KONI的也好 還有KW的也好 這個離載串幾乎都沿用原廠的 KT的話 設計也是一樣 離載串直接用原廠 一般我們的離載串 大概啦 大概百分之70 都是這個方向 可是也有同向的 像KMORI的前面 它就是同向的 但這台車很特別 它的角度啊 離載串的角度 一個是朝這邊 一個朝這邊 所以它是類似呈現90度角的 它的離載串方向很特別 所以這樣的離載串 它在左時點 跟右時點的一個範圍 就會比較局限住了 如果我們把離載串 改得比較短的話 那離載串的壽命 通常會因為它的角 長度改變 而影響到它的壽命 所以基本上 我們像這樣的離載串 比較建議啦 就照這些OCE大廠牌的做法一樣 沿用離載串 是會對它離載串的壽命 是比較好一點點 如果改短的話 不是不行 但是它的壽命 就會變得比較短一些 好這個是離載串的部分 那前方彈簧的話 這一個1.4升 或者是2.0升 我們配置的都是 180長8公斤的規格 這個就非常好做 那上方的調整機構在這裡 好這個這台車的話 跟Golf一樣 這個飾條啊 把它拉開之後 這個飾板掀開 從這個地方 就能調整到阻尼了 好把它裝回去 這個有飾條 然後飾條要壓合環 到最後的話 這裡會有一個扣距 扣距到時候 要再把它扣上去 因為我們還沒有施工完成 這個引擎不大顆 這個是1.4升的 那這一台車 最經典的引擎 應該是2.0升的EA888 這個EA888的升級的動力 絕對不下於20年前 很熱門的改裝的 一個CIVIC的K6 K8那些車系 這個EA888 稍微寫一下 像你經理之前的Golf 7代GTI 只有寫二節而已 改個當派 中尾段都沒改 它的馬力的話 就接近大概300匹 非常非常非常好開 而且夏立寶賽士 它的擠列操控的話 變速箱 工作狀況 還有引擎的工作狀況 也都意識得非常非常完美 所以這個車的話 經理也算是被VH所圈粉 因為它的變速箱 反應真的是太快了 像現在開其他的車款 雖然有是9速的自排變速箱 可是它的反應 馬力也比GTI還要大 但是基本上它的反應 還是輸給GTI 所以這個變速箱 DSG太強了 真的是太強 而且動力大 油耗又非常漂亮 整個節能效果都表現得非常好 所以我自己個人是非常推薦 像這樣車系的休旅車 它的1.4升 雖然動力不是200多匹 可是它DSG會消耗掉的動力是非常少的 如果配的是CVT的話 也許在市區上的銜接感會比較好一點 可是CVT的變速箱 它會耗掉很多很多的動力 會比較可惜的一點點 這個是跟底盤不相關 這個是純粹經理個人的喜好 那如果啊 對這樣的車系 有不了解地方 或者是說有想要試乘也好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 都很歡迎跟我們的小便聯絡 好 以上是今天New提供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